Hello 大家好 又是星期一播直播的時間 跟大家今天介紹這部書 就是《陳冠宗下一個十年 香港的光榮年代》 陳冠宗我相信就不用跟大家介紹了 他是香港很資深的文化人 同一樣 同上海寧波人 其實他很長時間都基於北京 他最近還有沒有回來香港 在香港住就不太了解 但他對香港的文化歷史其實認識很深 這部書其實是在2007、2008年出版 其實已經是十三年前 你問十三年前的文化就已經完全失敗了 現在香港的情況都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是的 但我們經常都說很愛香港 我們將香港分前世今生未來去看 今生的香港我們就是現在這個時刻 你和我們一起在經歷 未來的香港我們一起去見證 直到你死那天 你去到七十歲你未看到七十歲 八十歲你也看到八十歲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但對於香港的歷史 其實我們又認識了多少呢 所以我覺得這部書去過癮的地方 就是講了很多香港的 為甚麼今天會形成香港的文化 為甚麼會形成香港人這件事 其實是有很多故事的 也想借這次這個機會和大家講 但是其實在未講這部書之前 其實我有幾樣東西 是一直看的時候 因為我將本書重新組織過 將它分成法律、文化、人口、經濟 到政治幾個部分去講 那我說不完 我覺得都要分兩個禮拜講 因為我想慢慢和大家講 我講話已經講得快 在講法律 就是殖民地怎樣 建立香港的法治制度 那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未講之前 其實我想起幾樣東西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樣東西 就是最近是資深傳媒人 Michael Chikani 暫時割筆 不捨幾個很重要的政治專欄 在信報 南華早報 以及大台TVB的Strict Talks 那Michael Chikani 其實就是在我那個年代 他是這個 即是我跑新聞的時候 已經是我大前輩來的 出來工作之後 現在就是好朋友 那Michael 他說他暫時不捨住的時候 其實那晚我也有打給他 到底什麼事呢 是不是因為壓力很大呢 其實他說他是因為自己的家庭理理 當然現在香港的環境轉了 也都令到他很不舒服 所以 他也是有一個原因 所以 他轉了 就是他暫時 暫時停一停不捨 他知道會不會再寫 我就不知道 但是 由Michael這件事裡面 其實我又想和大家分享 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提法 就是其實自從這個國安法定下來之後 其實身邊有很多人就走了 也有些朋友不斷跟我說 說誰走了 誰又走了 誰又接下來會走 那 你什麼時候走 那 其實呢 坦白說 其實我挺討厭這些說話的 因為 我自己是做回體出身的 其實我對社會時事 有一定的敏感度 還有那些朋友很多 走了的都是我認識的 其實他們走 什麼時候走 將會走 其實我也知道的 但是問題 我覺得每一個人有自己不同的選擇 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 只要北京一直都是強調香港是一國兩制 你信好又不信好 我堅信的 還有我們確守基本法 基本法裡面是說明 我們是有言論自由的 是不是 你都是那一句 你覺得現在 是不是已經剝削了很多都好 但是我也是堅信 是有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想自動去棄械投降 我不想我自動去放棄 就是如果你在一個合理的情況下 你提出懷疑 你提出一些政策上面的荒謬 或者一些施政者上面 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犯法呢 那為什麼會被人拘捕呢 那為什麼會坐牢呢 我覺得是不會的 所以我不想會自動棄械投降 而且而且我是很不喜歡那些 這個走這個走這個走 那你什麼時候走 我覺得這些其實是 這些叫什麼 加強這些的 令人更加害怕 令人更加害怕 我覺得為什麼要這樣 我經常覺得 面對轉變 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以不變形萬變 就是我生活如常 我一切要做的事情 我如常做 你以為我猛的嗎 你以為我看不到 社會變成怎樣 你覺得我智商低過你 要你說什麼我看 我不是 我知道 但我沒有說 我沒有出聲 那我就在我自己覺得 我可以做到的範圍裡面 可以繼續做 那我覺得這個是 面對轉變的 最好的回應態度 就是你不斷在這裡 散播恐慌 那其實對社會有什麼保障 那其實沒有幫助的 而且你會令到別人更加開心 我就是要你害怕 我就是要你自己 自動棄械投降 最好就是這樣 不用打你就 surrender 就最好 那為什麼可以做這麼恐懼的事情 那我是不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不用再跟我說 我知道 不用再告訴我 那第二件事 就是 其實我是 有一些朋友 我是很尊重的 那我也都想 就是有 譬如好像我舊老闆 Christian 記協主席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 資深的新聞人 很有經驗 他看 就是他不單止是有經驗 他不單止是資深 還有他很靜義 很靜氣 到今時今日 他都是應該說的說 他覺得方文的地方 他會point out 其實另一位我很喜歡看的 陳志雲 我覺得陳志雲是厲害的 他做過政務官 他做過 TWB的高齊 其實很多時候 他看的東西 很多很仔細的東西 其實他都point out 而不只是那些在那裡漫罵 漫罵來有什麼用 我想問一下 你的人不是香港 你天天漫罵 其實這些人是很不幫到手的 你又本事你回來 是不是 你漫罵 你這樣漫罵 我覺得是 整件事令到我 都頗不舒服 所以那個fact 就是 還有另一位 譬如劉夢雄 夢翁 你們會說 他就不斷無限loop 我依然堅信一個人 但是依然都是堅信的 基本法 你傻的嗎 你都沒有這些東西 這樣還說 其實 你覺得 夢翁的智商低過你嗎 那當然不是 其實為什麼他要這樣說 其實都好像陳冠宗 其實有一點 我很想point out 給大家聽 陳冠宗都說 其實你要明白 整個中英聯絡 即這個中英前途談判 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是1984年 而基本法是1991年頒布 其實在基本法的草擬的時候 是香港最好的時間 是 before 八九民運 八十年代 是香港最好的時間 七零年代 香港經濟開始起飛 開始有很多的建設成形 八零年代起飛 所以八零年代的香港 對於鄧小平 對於北京來說 哇 香港簡直是夢寐以求 一個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的地方 所以有得它 反正中國經濟也不見得好 有得香港在這個 自由資本主義裏 找到自己的位 有得香港自己 蓬佩地發展 有得香港去做 所以它才是最好的時候 寫這個基本法 而你要明白 其實到今時今日 我們都老了幾十年 比起八零年代 老了幾十年 我們看了很多的變化 我們都明白一件事 基本法如果不在那時候寫 在任何時候寫 然後任何時候寫 都不會好得過 在八零年代寫 因為那時候 是香港最好的時候 而鄧小平 他很喜歡香港那時候 那個模式 又覺得這個模式 如果一直下去 以後保持著 都好 你覺得它是否困你都好 但是它的確 在那時候 最突破性的東西 在基本法是什麼呢 是容許你立法會 和行政長官 最終是由普選產生 但是也有一條條例 就是循序漸進 但是它是承諾了 它是最終是由普選產生的 但是選士頭婆這件事 其實從來 就算在英治時代 都沒試過自己選這個士頭婆出來的 所以這件事 其實大陸更加沒試過 你想一下 那時候可以被這件事寫下去 其實是突破性 所以你想一下 當時候寫的基本法 回歸中國已經是宿命 你不需要再問 已經是不需要爭的一件事 這個宿命是一定是的 但是可以在那時候 寫到這個最寬鬆的基本法 在之後的幾十年裡面 你告訴我 你覺得有哪段時間 會再寫的基本法 會寬鬆得過那個時候 所以其實沒有 所以好像夢翁那些 劉夢鴻 經常都要說基本法 基本法 可能你覺得 不是吧 你還說沒有 現在這些東西 但是你還有什麼渣男 其實很坦白說 你還有什麼渣男 沒有的 如果今天說沒有一個兩制 一個一制 沒有基本法 大陸法 其實最想是誰 最想是香港人 所以你明不明白 為什麼他經常都要堅持 為什麼你明不明白 為什麼他經常都要說 是因為 只要北京一天還在說 是有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和我都要更加落力說 因為這件事是你最後的渣男 如果沒有了 你就真的沒有了 你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人 其實是不明白這個道理 就是他智商不會低過你 他智商高過你 所以他才懂這件事 不斷在這裏說 你說對於今天現在的北京政府 有沒有一個作用 就是 我覺得有的 我覺得有的 因為北京還有很多人的 就是 當初這個good old days 其實很多人都提到 他們亦都是 benefit from the good old days 很多東西 所以我不覺得是沒有用的 所以 不要再說沒有用了 因為 如果你不握緊這個一國兩制 你不握緊一個基本法 香港就真的什麼都沒有 就是什麼渣男都沒有 這件事是我很想和大家說的 當然 另外一個我很想說的 就是蔡玉玲的單案 其實那個單案 你說傷害新聞自由 我覺得這件事就不需要再說了 但那個 fact 我一直都在想 如果今天香港不是這個狀況的時候 官員會不會這樣審呢 雖然你說司法是獨立 但是你看到馬獨立 他在香港的時候 他沒有用strange這個字 他退休回英國之後 他就會說是strange 所以官員也是人 就是說他會不會受社會氣氛 政治環境 而去做一些聰明的決定 我覺得這個答案 這件事就不需要我講 大家心裡面會明白 就是說 是不是傻的 這個公眾利益 怎麼可能 怎麼會 給個人的私隱低呢 你覺得你的智商高一些 還是官員的智商高一些 你猜他不知道嗎 他當然是知道 但是問題就是 不是就好像馬獨立那樣 他在香港的時候他不說 他離開了之後strange 你猜他不知道他做這個判決的時候 全世界都覺得不合理嗎 他知道的 但是為什麼他要做呢 這件事就是 就是明白這件事 那如果你不再不斷在這裡說 一國兩制 堅守法治這件事 你都不說的話 那就沒有了 就是你連最後一個渣辣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就是 我開始講這部書 也是這部書引發我的一些想法 想跟大家講 那我開始講故事之前 就想跟大家 就是講講我的Patreon 我們5月16日 Patreon這個文化道賞的年費會員 我就會邀請大家 其實都不是全部 都要報名的 因為限聚和地方有限 就是參加一個由我和一位 Local artist一起做的一個art tour 一個小時跟大家 就是解釋我今年 就是5月會幫 就是香港藝術月的時候 幫一個Local artist 拆展的一個展覽 背後的理念 其實做拆展 今次做拆展 其實我覺得做得相當之 就是我學習了很多 但是都很吃力 因為原來做拆展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是很不容易 不過我覺得其實是 但是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做 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雖然我覺得都很吃力 都很辛苦 但是我又學以致用 所以在學校有學過做拆展 真的做一次 我希望今次這個拆展 也都令到我的art artist 即是令到Jeremy 即是合作的art artist 去滿意 即是可以 不要說我不合格 所以 希望大家有時間就可以來看 即使你來不到 5月16號的tour 但我們的展覽是 5月12號開幕 去到5月23號 所以中間你們有時間的話 你們都可以來看 但我未必在 好了 在我講這部書的時候 我都說講香港的前世 講香港的歷史 其實有很多人都說 我很愛香港 但其實你對香港的歷史 可能你一點都不認識 所以我覺得 香港 其實怎樣為之香港 香港是包括什麼 包括港島 Kowloon 即九龍 新界 還有二百多個離島的島嶼 香港其實是一個 挺有趣的地方 首先要講一下 其實香港 就是怎樣出現的 那麼 這一點就是 先講一下 就是港島先 港島 其實在這個被草 村被草藥之後 就是 Sir Charles Elock 就是英國人 Elock 在1941年 佔據了港島 佔據了港島 但是當時 其實是英國外交大臣 就是巴蜜津 其實很生氣 因為其實他叫伊諾 就是伊諾 他不是佔領香港島 他叫他佔領一個島 但是伊諾 就覺得 你那個島也廢的 香港真是好東西 所以他就不聽這個 The Queen 不聽這個 英雷王 不聽他老闆說 就佔領了香港島 所以如果 當時的歷史 就是伊諾 聽他老闆說 佔領他想要那個島 而不是香港的話 其實歷史就會改寫 所以其實是一個 挺有趣的事 所以很多人都說 開埠 香港開埠 是由英國人佔領開始 其實就是 陳冠宗 其實就告訴我們 其實不是 香港 其實在英國人 未佔領的時候 其實就是 已經有很多人住 其實不是很多 有幾千人 有五千人住 所以其實香港 不是一個 沒有人的島 以及不是一條魚村 其實都是一個 一個 中小型的漁港 所以其實 所謂的開埠 其實不是英國人開埠 其實很久之前 已經有歷史證明 就是 其實 雖然香港是大陸的最南端 是中國的最南端 但其實從來都不是在中華文化以外 因為其實在唐朝的時候 已經在香港屯門駐兵 宋皇台 即是宋朝 曾經在香港那裡 曾經在建都 還有香港 其實原來還有書院 書院也是建於 最早的書院 也是建都 建於這個宋朝 所以其實 before 英國人來的時候 其實英國 香港一早已經開埠 不是英國人來才開埠 不過 過癮的地方 就是我們特別想由法治講起 伊朗 其實他來到香港 即是他佔領了香港 港島之後 其實他一直 因為他們沒有想過 將這個殖民地的人 會帶去英國 也沒有想著 將你這裡的基里去改變 所以其實他從頭到尾 起初 他是走這個 即是當地那個 即是他走回你 本來有的 中國的法律 還有就是 這個就是 鄉親文藥 即是你以前用什麼文藥 你就照用 唯一一樣東西 去take away 就是沒有這些酷刑 但是就是 這個就是 一路為什麼可以保存住 香港本身有的特色 就是因為 他沒有想過 讓你去英國長住 亦都沒有想過 有這個 Eventional的一邊 因為有BNO不加一 當初是沒有想的 所以就是說 是第一任 這個港督 就是布丁詐 第一任港督是布丁詐 第二任 港督就是戴維斯 去到戴維斯的時候 他就開始發覺 如果你全部用中國的法律 去治理香港 其實是不行的 原因就是 因為英國很難管 英國佬很難管 所以 去到戴維斯 其實是1844年 到現在是18幾年 所以其實最早的法治 英國的法律 是由什麼時候搬來香港呢 是由戴維斯 第二任港督開始 這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 就是1844年 1844年 就是由戴維斯 把英國法律 拿來香港 但是他同時間 是保持著大清法律 以及保持著 鄉親民約的 所以其實就是 這個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華人可以公平地用 英國法律 即使 其實當時他保留了 有三樣東西 就是有英國法律 有一些 本身的大清法律 以及鄉親民約 都有的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 你說那個時候 是不是香港人 所謂公平用英國法律 是不是又真的完全平等 又不是的 所以打藤 就打中國人 就不打英國人 但是 相對於 香港有英國法律 比起當時的中國 其實都已經是 很文明 香港已經是很文明 所以其實當時 戴維斯第二任港督 其實他是有一個 這樣的看法的 他說 只要香港是有這個 法律保障 有這個法律保障 就一定可以 奇跡般是吸引 富裕的華人 是來到這個殖民地 那裏去摘根 去這個居住 而最後也都證明了 就是戴維斯的這一番的說話 其實是仍然 一直仍然到現在 所以 其實 香港的法治 其實就是由1844年 由第二任港督 開始 就是把英國的法治 帶來香港 因為他就把英國的法律 引入來香港 他也都將一些不公平的條例 就是廢除 例如 譬如 就是殖民那個 最後那個 滿清 大清那個 的律例 就是納妾 納妾 就是1971年 就是廢除 如果你們那時候 有看這個 五億探長雷諾的時候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劉德華就娶了張敏 他的舊情人就是邱淑貞 後來邱淑貞就很慘 就是帶著兒子 四歲的郭富城 就去了美國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大清 他正想納妾 就想娶了優淑貞的時候 優淑貞就不能夠嫁給劉德華 就是因為大清 就是因為英國政府廢除了大清 這個納妾的條例 就是1971年 所以 這個就是 就是 香港的法治 其實就是 1914幾年的時候 其實是由英國帶到過來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 挺有趣的歷史 就是我們都值得是知道的 就是 對香港來講 其實戴維斯 是第二任港督 是 就是 功不可沒 因為其實他說的東西是很對的 只要有一個 這個就是英國人 那個的目光 那個的原始 就是那個的視野夠遠 就是只要 這個地方 是有法律 有足夠的法律保障 是穩定的話 他一定是自自然而會吸引到地 一定會吸引到人的 你的法律在那裡飄來飄去 龍門任你擺 今天又可以這樣 今天又可以這樣的時候 那些一定是趕閒的 那這件事不需要我和大家講 現在大家 也都應該是更加明白了 那另外一件事 那當然 也都是 就是剛才我都說了 就是當時的英國法例 就是cancel了一部分的 是滿清的條例 但是也是有很多去保留的 那就是例如什麼 就是新界 新界怎麼存仔不存女 這些 套丁 這些東西 丁權 其實一直都是保留 一直都是沒有改變過 那是為了容易去manage 容易去manage新界 新界人 所以that's why 他就有這樣的做法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講香港的文化 香港的文化 我剛才都說了 香港開埠 香港開埠 理解就是英國來了之後 香港開埠 之前香港是荒務之地 但which is proof 不是 因為 可能甚至比東漢 已經有中原人在香港住 但其實唐朝 唐朝原來已經在屯門有駐兵 宋朝的時候有送王台 其實在香港有建都 所以其實 香港那個文化 其實遠古而來 其實跟中華文化是有的 即使香港那麼遠 但其實一直都是有交會的 所以香港那個文化其實不是由零開始 不過香港那個文化 就是在殖民地頭的一百年 其實很主要就是那些人是來自廣東的 以前 就是那個 這個 在底類政策之後 這個80年代 就已經是cancel了 但是 之前 其實廣東和香港 那些人來來去去 其實不用簽任何回鄉卡 沒有東西 你走來走去 都沒有問題 而且那個時候其實 不是很多人 是來香港住的 其實主要是來自廣東 但是 其實從過去的一百五十年的歷史 你去看 就是只要大陸 有任何政治不穩的時候 香港的人口就會漲一漲 香港人口就會漲一漲 香港人口就會漲一漲 那 他就說 在1847年 即是殖民地 剛剛建立 沒來的時候 香港只有二萬人 但是去到五四年 這個太平天國 進駐廣州 一去到太平天國 殺到廣州的時候 那 香港就是去到1860年 香港已經去到九萬人 有兩萬人去到九萬人 然後之後 每一次大陸有動蕩的時候 香港人口都是急增 1937年 這個抗日戰爭的時候 廣東淪陷 而香港的人口 在1834年 到19 1934年 到1941年 即是打仗那段期間 香港的人口已經去到一百六十萬人 所以你看到 其實有很多人 都在廣東省 所以 其實在最早的時候 即是在1931年的時候 其實上海人 在香港是很少的 只有三千七百六十人 但是後來 都說了 香港 在大陸的複製 是越來越好 因為香港 就是整個中國裡面 唯一一個最穩定 最安全 又有法治 而有一個穩定的小城市 所以 一有好東西 全國都在 所以每一次大陸有動蕩 太平天國打到來 那些人就從廣州走到香港 接著 抗日又走到香港 張愛玲也是這樣走到香港 是不是 所以 到了1932年的時候 香港的吸引力 全國都知道 那時候 1932年 只是上海 走了十幾萬人來香港 所以 香港 其實也是在那時候 開始 第一次是有廣東省以外的 即是外省人 所以你說 不如張愛玲 這樣來到香港 她沒有大量的文學創作 張愛玲的時候 她在《傾城之戀》裡面 她也是寫的 這兩年 上海人 在香港 真是人才兒子 因為有錢的人入來 讀書人入來 總而言之 有文化 有錢的 總之就得到的 那些人都來 全部的人都聚光來香港 所以當時 香港有一位的作家 就叫做 穆時英 她都說 香港其實是全國 當時全國唯一 最 唯一 最安全的 現代城市 所以 這個 就是殺空鳥 甚至說 今後 中國文化中心 至少將會有一個時期 屬於香港 她也特別看好香港的文化 她說這個文化中心 香港這個文化中心 應該會比上海更加輝煌 因為她將是上海舊有的文化 南華文化的合流 兩種文化的合流 會激發起很大的浪化 上海就是中西交融的一個地方 但很快之後 在49年之後 已經解放全中國 已經解放全中國 上海可以分一個文化 但香港不是 香港是因為在英國人的管事下 她有法治 她的社會穩定 很多人來 包括上海人 你想想 1931年的時候 是三千多人 接著一到打仗 日本人打仗之後 十幾萬人湧了進來 香港的人口 由1847年 只有兩萬人 經過幾次的戰聯 去到41年 那一百年裡面 已經多了 百幾萬人 所以其實 每一次 中國動盪的時候 香港的人口會急震 當然有人 在不同的地方走進來的時候 香港那裡怎麼會是文化沙漠呢 反而你反過來 是這個 HUB OF CULTURE 是這個文化的大融合 所以她在這裡裡面 說得很對的 這個殺空鳥 她說 中國的文化長河裡面 香港必定會有一個位置 which is true 所以我從來都不覺得 香港為什麼會說是文化沙漠 但是有一件事 又挺有趣的 就是 在這個 1949年 香港就是 在這個解放之後 就有很多不同的人 就是來了香港 就是全國 是有很多不同的 省份的人來了 比如上海人 其實是其中一個 是最sullificant 因為有錢 他們來了香港之後 其實很多都不是說上海話 他們都是用國語 結果後來去到四幾年之後 就是這個 國語文化在香港 就是普及 還有香港 就是過癮的地方 就是 在那時候的香港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港英年代 那基本上 其實是 為什麼說是文化大集會 因為 左派又來了 國民黨又來了 國民黨在香港擺 搞香港時報 又有連環 又有連環圖報 又有娛樂新聞 又有色情 又有情色色情報 又有馬經 那美國政府 都有的 透過這個美國新聞署 都有很多 即是香港製造 很大的軟實力 又有很多不同的刊物 譬如今日世界 亞洲畫部 人人文學 而同樂園 即是民間又有 他說在六十年代 到一九七九年 香港有的刊物 是有三百多種 有三百多種的刊物 那你想想 其實香港怎麼會是文化沙漠呢 其實是 因為 是好像一個 開了口的鳥籠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來 任何勢力都可以進來 自自然然 就是文化是大集會的 所以香港其實 都是有一種的集中文化 所謂集中文化 不negative 而是各種都有 各種都有 那這一個 基本上 就是變成了 香港文化的基礎 亦都是香港本土文化 一個發展的 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那這一個 其實是一個 真是很有趣的地方 那還有 原來在1927年 老順曾經都來過香港 那當時他身邊有一個 同學一起來香港的 叫劉翠 那他就跟老順講 說香港那個文化 好像是很薄弱 好像很荒涼 但其實 老順是不同意的 他不喜歡這個殖民地政府 他不喜歡殖民地 因為他是一個 很愛國主義的人 是一個 很認愛祖國的人 所以其實他是 很不喜歡這個殖民地政府 但是 despite 他很不喜歡 殖民地政府 但是他也不覺得 香港是一個 荒涼的地方 那當時魯迅 其實他是怎樣說呢 就是他就說 他是不相信 他說香港 他說他相信香港 是不會成為一個 文化上的 沙漠之區 就算是沙漠 也不要緊 而香港這個 中西交會的情況 其實是可以變的 所以 文化沙漠 這個字 其實就是1927年 其實已經出現在 香港的歷史裡面 但是 只不過 就是 不會覺得 香港真的會成為一個 文化沙漠 就是因為香港本身的 獨特城 是因為 好像開了一個 雀鳥 開龍 是任何人都可以來 在這樣的交會情況下 其實是很難 是一個 文化沙漠 好了 第一部分 就講到這裡 另外一個 就是講香港的身份認同的問題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那件事其實是挺有趣的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香港人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 都說了 其實 在英國殖民地 頭過一百年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外省人來的 主要是廣東 後來因為 全國的政治 有動盪 先是打仗 然後 49就是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 那些人不信共產黨 又走 然後文革的時候 又走一大堆 所以很多人來到香港 就落根了 那起初 香港人 其實對於走爛下來的那些 同胞 其實是很同情的 就是他們叫他做難民 覺得他是移民 因為他們自己都是移民下來的 所以其實 就是根據 陳管中寫 他說當時 其實很多香港人 對於那些攀山月亮 走來香港 投靠香港的 國內的同胞 他們就走去邊界那裡 去迎接他們 就是拿餅 拿東西回去 甚至就是帶他們回家 在他們拘捕之前 都被他們吃一餐飽的 即是 那種血濃於水 那種感情 後來就有一個抵擂政策 後來有一個抵擂政策 總而言之 你在來到香港之前 只要你在一個時間之前 你抵擂到 我就不會抓你了 所以後來就是 有很多人 就是來了香港 就是不用走的 但是之後就不是了 那之後呢 香港的文化呢 就是怎樣承認了自己本地的文化 還有開始跟大陸 就開始慢慢有一個距離 其實這個呢 都跟那個嬰兒潮 是挺有關係 就是來了那幫人之後 就是最早來那幫人之後 就是 當然有新生嬰兒 有新生嬰兒之後 其實那幫新生嬰兒 他們不是在大陸走難下來的 他們跟他們父母輩是 但是他們自己不是 他們真的是香港本土成長 而在香港本土成長呢 其實他們是接受什麼文化最多呢 就是歐西文化最多 那在歐西文化裡面呢 他這裡說了一個很好笑的一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就是 就是1964年呢 原來Pay頭4 The Beatles 他是來過香港的 那其實這件事呢 對於當時的香港來講 其實是一件很 很 很特別的事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這麼小的香港 會是在這個 西方文化的版圖裡面 就是他會覺得 香港在一個重要的地方 要來stop over 來做一場演唱會 雖然當時的演唱會 其實他說不是很多中國人去聽的 因為未必會 beat the Beatles 還有其實是很多當地 即是那時候在香港的英國人 他們的子女就去聽了 但是覺得Beatles來香港的時候 其實是引起一個很大的迴響 那原因呢 就是因為 就是 這個 他好笑的 他這裡 就是很多華人 因為他們還是很 叫做什麼 很偉盜 就是他們覺得 嘩! 我們Beatles頭髮又長 就是 很Yappies 是不是叫做 很Yappies 英文是Yappies 我不太記得了 他會覺得 這件事 其實是不應該去學的 於是 他說當時的商業電台 甚至是 禁播 《披頭4》的歌 認為是《紅水萬獸》 但沒有想過 其實 這個歐西文化 原來已經在香港 在一法 在不可收集 他說不單是人們要聽的 還有本土的年輕人 甚至是扮著Vetels 留長頭髮 唱搖滾 穿迷你裙 牛仔褲 這些 所以其實 在文化上 其實 在嬰兒朝之後 其實都是一個 世代之爭來的 世代之爭是怎樣的 就是年輕人 因為他們不是以前 偷渡 或者叫移民下來 不在大陸移民下來 而是香港 土生土長的小孩 所以其實他們 是受歐西文化影響多 是學英文 他是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大 他享受香港的法治 他看的是 看世界觀 和你看大陸 是兩回事 所以他們的感情 和大陸的感情 和他媽媽 和他父母背 其實已經是很不一樣 他們是崇拜西方文化 亦都開始 和大陸的感情 就是遠 去過父母背的時候 即是那時是文革 走下來的時候 即是打仗走下來 他們還有那種 接濟的心態 但是去到之後 之後的香港 即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其實已經沒有這個感受 所以他們 他們生於香港這一群 不像上一代 有大陸的情懷 以及他們生在 楚河漢界冷戰的年代 所以 因為中國大陸 在50年到70年代 其實是有很多 令人很恐慌的事情 譬如土改 一些什麼批鬥 他們會看到 五花大綁的屍體 隨著東江水 流到來香港 所以他們看到這些 其實他們很怕 或者開始抗拒 抗拒大陸 更加覺得殖民地政府 就是他們自己的 Hometown 即香港就是他們的Hometown 他們的故鄉就是香港 為什麼會這麼強 因為英國去不到 大陸你又不想回 那就是香港 當下你身處的地方 就是香港 其實香港的文化 香港人很強的 identity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面 就是承認的 還有因為那個時候 香港也是慢慢富起來 其實香港都很幸運 去到70年代的時候 那個社會建設是重了很多 有ICAC 等一下可以數一下給大家 80年代經濟就起飛 所以你不需要去任何地方 你不去英國有什麼所謂 就是你在香港找到工作 你那個香港富裕起來 你找到好的工作 你也可以 你讀書讀得好的話 你已經是有能力 成為了一個很高消費力的中產 加上你也不會覺得大陸好 因為50年代到70年代 中國的動蕩的時候 你看到有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 你本能上有抗拒 還有很多父母輩都是走爛下來的 雖然他對同胞有一個感情 但是他們也同樣地有一個恐懼 所以這件事你都會灌輸到下一代 而下一代已經沒有了那種感情 但是他就有那種恐懼 所以其實他們就會覺得 當時唯一可以保障自己的 就是這個殖民地的政府 所以加上這個財富水平越來越好 消費習慣 文化取向英語教育 當時冷戰的宣傳 所以香港人對香港那種歸屬感 多多少少 你說是否被逼出來 可能某個程度上都是 因為英國去不了大陸 你又不想去 那你是誰呢 你又不是英國人 但你又不喜歡叫自己做大陸人 不喜歡說自己是大陸人 那你唯一一個身份 就在那時候出現了 就是這個香港人 那你既然有得香港人 就自然會有香港那個文化 那我剛才也說了 香港文化的成形 其實某個程度上 你都要很感謝英國政府 因為英國政府 它對於香港的文化 其實它的基理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它沒有想過要將來運你回英國 沒有想著承認你是英國人 那你既然是有你的Way of living 你就繼續有你的Way of living 它不會去搞你 不過它在香港人身上的 就是去英國的法治 但which is 其實對於香港來說 是有一個很大的疲營 就是因為 就正如第二任總督說 只要你這個地方 有一個健全的法治 一個開明的法治 其實那些人自己會湧入你的 結果 其實它的說話是 到 去到二十世紀 我這樣說了 去到二十世紀 都確實是真的 所以這件事 就是香港那個 文化的那個 開始 就是這件事 其實是很有趣的 至於 好了 好了 講回一點點 就是那個歷史背景 就是 這個歷史的背景 就是中國 其實香港交還中國 原來也有一段 很有趣的歷史 其實 可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是關於二次世界大戰的 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被 sir Charles Ceylon 已經拿了 在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其實 羅斯福 即美國總統羅斯福 本來跟邱吉爾 Churchill 談好了 要將香港歸還 Churchill 起初是答應 後來很快就犯後 他決定不還香港 但是 後來 羅斯福死了 於是 在他接任的杜魯門 也覺得不需要 他也跟Churchill 達成了協議 所以 香港一直繼續 有英國 保持 當時的中共 即毛澤東 他們其實是不反對的 其實反而很想拿回 香港的 就是蔣介石 所以 有時候 歷史 有些冥冥中的注定 你可以說 香港是借來的時間 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 其實有好幾次 都是陰差陽錯 底下 在sir e lot 即是在 Charles e lot 如果不去 他 聽命令 是拿到罪A的話 就不會有香港這一段的歷史 但是他就不是 他就覺得香港好 比隔離那個島 於是他就立了香港 立了這個香港島 於是就改寫了香港的歷史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如果這個 羅斯福不是早死 又或者 這個的杜魯門 他會覺得 我應該要 好像這個 羅斯福的想法 要跟英國談 要英國將香港 還回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 本來他是有 因為日本佔領了 要關回中國 香港的歷史 又改了 兩次 都是 回到英國人的手上 所以 香港在某個程度上 也是一個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 而 當時 其實蔣介石想拿 但他不夠膽 他沒有膽 而為什麼 中共 即是共產黨 會覺得 可以將香港 放在英國裡 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 其實無論文革 是多麼頭暈老丈 其實毛澤東 周恩來 他們都是很清醒 他覺得香港 是不應該 碰的地方 因為他用香港 來跟英國交換了 就是中共 在49年建國之後 就是49年 新中國成立之後 英國實在是其中一個 最早的國家 承認這個 中國共產黨 而他沒有所謂 香港還沒有交給你 去管 反正現在國內的經濟 都做得不好 所以當時 無論文革 是多麼狂熱的時候 其實他從來 都沒有想過 收回香港 而且無論他在大陸的文革 多麼狂熱 他都很清醒 就說 不要在香港搞事 你不要和我搞香港 所以從來香港 他不會找殖民地政府 找殖民地政府麻煩 是完全都沒有的 所以這件事就是 香港因此而有一個 因為當時周恩來 毛澤東的廖成志 他們這一堆人 有一個很務實的態度 總之有些什麼 你都不要為殖民地政府 添環添添亂 於是香港才可以 好好地成立 開始建立出來 所以這件事就是 因為香港在政治上穩定 共產黨不搞你香港的政治 不搞殖民地政府 於是香港開始可以在經濟上 就是一種崛起 所以香港人在經濟上 其實香港人那種的 可以做 什麼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種的生態 其實多多少少 亦都是 為什麼香港人有這樣的精神 作者嘗試去解釋 就是因為香港在英國殖民地下 其實你說經濟是否起瘡 發展都很好 其實香港那時是真真正正 就是吃到天時地利人 就不是林鄭講的天時地利人 那時候她有一個 什麼好的時運 她的時運好 好在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香港和英國一樣 都是加入了 以美國為首 資本主義的新秩序 抗拒共產主義 但是香港正正就是食證 這個中西 因為她是中國的地方 她是借來的地方 她和中國依然是有 communication 依然可以在大陸那裏做生意 直到後來韓戰爆發 禁運 香港就做不到這個中界的角色 一段時間 但是問題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那時候 這個冷戰 不是這個冷戰 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那個經濟澎湃 再發展起來 噴噴聲的時候 香港有個好的地方 就是有廉價勞工 那你說 喂 那不是 那當時 有哪個地方 不是廉價勞工 全世界那時候 都是廉價勞工 為什麼只是香港可以做得起呢 這個就是香港人 那種can do的精神 香港人是什麼都可以的 很貴勤力 有住這個 她優勝的地方 給其他 大家都是廉價勞工的時候 香港有什麼優勝呢 第一 香港人 有中國人那種的 element 就是可以很刻苦來龍 還有廣東人 看東西 就是有一種感為天下先的風氣 就是 總之不管 你 死就死 大膽就先去做了 做了先 那上海人 就是 從來上海人 都是老闆來的 就是做生意 是很厲害的 很懂管理的 那所以 香港呢 就是比起其他地方 你說 是啦 當時大家都這麼窮 到處都是廉價勞工 為什麼香港的廉價勞工得 就是因為香港 有多了一些 其他人沒有的元素 元素就是說 第一 第一 黑虎來老 第二 很有膽 就是 有一句說話就是 殺頭的生意 有人做 虧本的生意 沒有人做 那麼 香港人就是有這個膽的 而且 就是 因為有很多 就是 全中國不同的地方 都走 走 那些人下來 其中一個就是上海人 上海人的時 走來香港 其實都是很實際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因為他們很厲害做生意 於是呢 就是一個這樣的交回融合 這個merge 底下 其實雖然你說大家都廉價勞工 但是香港就是比任何 一個地方 東南亞 任何一個地方 其實是更加 早著先機 真是走運 真是走時運 所以香港今時的經濟就 很快的上 那麼 還有呢 就是香港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which is 就是 經常都說大陸 很多的 那些叫做 就是那些人走來香港 但是其實有一件事 我們是 ignore 了 其實還有很多的 一些南洋文化 就是有很多時候 那些華人 就是移民了去南洋 或者移民了去外國的華人 因為那時候 就是深受這個 紅色的感召 就是在 文革前 以前走回大陸 去健全新中國 後來就發覺 哇 糟糕了 然後就 受了很大的 苦 後來他們 要離開中國 所以回到自己原本的地方 有些回不到 結果很多都來了香港 其實這些人 都是知識分子 但是 只不過他們的學歷 是在香港 那時候是英政府 殖民地政府 不承認 於是他們很多 都投入了一些 叫做 勞工的中上階層 可能廠長 或者技術勞工 所以都幫香港的工業 可以大大的發展 如果你說香港之前 最早的時候 英國來到所謂的開放的時候 香港是一個的漁村 那為什麼後來工業 可以發展得很快呢 那除了是刻苦內勞的精神之外 大膽 創新 兼且有一個上海人 會做生意 那些manage 那些很厲害的頭腦之外 其實也都來了一大堆 就是那些叫做 譬如南洋 或者叫做 海外那些的華人 海外華人 那就是他們回不到 去自己的地方 就流落了來香港 所以香港其實 從來都是一個很雜的地方 其實越雜的地方 才越正 就是因為它有很多文化的 互相的交會 互相的衝擊 這些互相的交會 互相衝擊 其實全部都是香港的本土文化 來的 全部都是香港的本土文化 也是成為了香港本土文化 一個很重要的養分 這件事其實我們是要很感動 所以其實 陳冠宗都說 其實一直以來 香港的發展 其實 無論你左派在香港怎樣宣傳都好 其實香港的左派 其實那時候 英國政府 就是和中共 有一個協議 就是說它容許中共的組織 可以來香港做地下的組織 如果它不給的話 你怎麼可能有地下組織 你以為英國很傻的嗎 但是為什麼可以做得到 就是因為他們有這個協議 而換回來 就是說香港的政治穩定 無論國內 就是中共在大陸 是怎樣 就是狂熱化 都不會碰到香港 而換回來 就是英國 是承認這個 這個 的中共建國 那所以呢 就是 所以一直以來 其實香港和大陸之間的距離 或者那種感情 其實很多時候那種的關係 其實都是 不是無緣無故 是對國內有hatred的 就是不會無緣無故 不喜歡大陸 尤其是剛才我都說 就是說 那時候在抵擂政策之前 很多大陸人 他們走爛來香港 其實香港人是很同情 你看到過去這麼久 大陸有些什麼 什麼的 雪災 風災 雨災 什麼災都好 其實香港人 是 essentially 捐錢 其實每一次關係的疏離 其實都不是無緣無故 香港疏離 而是 一定是大陸有些事情發生 是令到這個關係 是變得 destruct 就是destruct 令到這個關係 是疏離 包括那時候 譬如土改 就是你怎樣 打擊那些地主 譬如文革的時候 五花大綁的佛斯都說 隨著這個珠江 一直浮到香港 所有人都嚇死了 就是八九民運的時候 那 到了今時今日 其實每一次的事件 過了之後 其實香港人又會不記得 又會 就是 很勇於和大陸有很多的交往 就是從來都沒有主動去切割這個關係 但是每一次都是 一定是大陸裏面有些事情發生 令到這個關係 就開始疏離 到了現在 大家都明白這幾年發生的事 其實好像2019年 再一次說 這個修例事件 由頭到尾就不是北京的意思 是林鄭的意思 林鄭搞獲竹出來 結果 林鄭就扣香港人母子 說是反中央 其實由頭到尾就不是反中央 你說香港人對大陸的不信任 其實不是今天才有 其實是自古以來有一個很有長的歷史 因為每一次大陸人來香港都是走爛的 你明白嗎 每一次都是走爛 不怕就不用走爛 就是怕才要走爛 你走下來怎麼會不怕 所以這是一個很邏輯性的issue 所以香港對大陸的那種 有一種deep down的抗拒 其實是從來都有 不是今天才有 只不過這個恐懼過了一段時間 其實香港人不記得了 然後大陸又有些事情發生 是remind了你這個恐懼 所以才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你說 如果你不是有那個送中條例的話 其實根本上沒有事的 所有的商店很happy 還繼續做大生意 買珠寶不用看的 自由行 所以當然聚夫為首是誰 其實不用我講 當然大家都很明白 走到今時今日 今天這個一國內質 其實後面還有很多 但實在已經講得很長 所以我留下個星期再講 但是我在這裡 是想跟大家講 其實一國內質 這個實踐 陳冠宗說 他寫這本書的時候 是2007年publish的這本書 他說下一個十年香港會是怎樣 我們現在已經經歷了下一個十年 下一個十年又會是怎樣 其實一國內質的實驗 到今天 即使你覺得 喂 名存實亡也好 但是只要一天 北京 不 Declare 他已經certify 其實這件事是 still在 這個實驗 是still go ahead 即是你跟我 都是這個實驗品 也好 或者我們在 實驗室的主人也好 你將它自己稱自己做 即是主人也行 這個實驗品也行 無所謂 總之you are in the game 你知道其實你一天在 這個game裡面的時候 那樣東西是still go ahead 那 所以就是 我覺得 總之一天 不Declare certify 我也是堅守這件事 是繼續的一國內質 這件事其實是對香港最大的保護 因為 你可以想想 如果不是80年代制定的基本法 在80年代往後的日子裡面 任何時間制定的基本法 都不會好過那時候的基本法 為什麼那時候的鄧小平 那麼愛那時候的香港 今天不夠時間講 那我就留下個星期跟大家講 但是這個是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來的 我下個星期跟大家講 那我今天呢 暫時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但是有一件事 我突然之間就是忽發其想 又很想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最近呢 就是有一個老婆婆 九十幾歲的婆婆 被人騙了兩億五千萬 是不是 被人騙了兩億五千萬呢 原因是什麼呢 又是說她在大陸犯法 說她在洗黑錢 於是呢 就叫她分十幾次 就把那兩億幾 匯去一個戶口 那麼多東西被人騙了 其實這件事呢 其實我有時候 發生過很多次類似的案子 但我真的每一次都不明白 為什麼人家說你犯法 你又相信的呢 其實你一身人 不是一身人 你自己做過什麼 你自己不知道的嗎 你沒理由自己做過什麼 你自己不知道的嘛 我舉一個例子 好笑的 就是很多年前呢 曾經有一份報紙 某人打給我 一拿起電話之後 Sharon 我拍到你和某富豪 在日本去旅行 啊 嘟嘟嘟嘟嘟嘟 說了一大餐 然後呢 她就跟我說 那你們玩了多久啊 去了多少天啊 買了多少東西啊 搓我啊 你明白嗎 那當時的我呢 當下呢 但是蓄其地鎮定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沒有去過嘛 什麼富豪呢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說 喂 是呀 你拍到照啊 我說行 你WhatsApp你這張照給我 如果我看到你的照的話呢 那我就會一五一十 將這件事告訴你 去了幾幾天 跟誰去 做過什麼 都告訴你 那 那 那你猜她會不會WhatsApp 到一張照給我 然後WhatsApp不到 因為根本沒什麼事 她擺明是來搓你 擺明是來帶你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那 那 為什麼帶你不到呢 因為我對我自己很有信心 我對我自己做過什麼事情 我很清楚 那所以 如果別人說你 花了錢 你把二億五千萬 運來我的戶口 運去另一個戶口 你怎麼會相信的呢 你自己有沒有做過 你自己不知道的嗎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一定不會錯過我 那 所以 我就是用我自己一腳 一個的例子 就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所以其實這些這樣的案子 是無限地發生 你每一次都中 其實我每一次 那時候都莫名其妙 每個人都說你 你在大陸犯了什麼法 但是你自己有沒有犯法 你自己不知道嗎 人家叫你運錢就運錢 還有你說 那些個人資料 都被人找到了 那我這件事 我又想跟大家說 我最近 就是幫助大學 我老朋友 阿Bonnie 去教一方 就是講那些的起底 其實那個所謂的起底 其實是教你 怎樣保護你自己的私隱 那我就發現 那他的學生 就用了我來做一個對象 去嘗試找我的資料 其實原來他們告訴我 是 很多的個人資料 很多時候都很容易找到 尤其是 譬如你有公司註冊 結塊東西 那所以 其實如果人家知道你的個人資料 你都可以鎮定一點 不需要那麼緊張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 譬如有買樓 又買樓 又買過樓宇 其實有很多這些資料 都會找得到 那 所以呢 但是我覺得講到尾 最重要的 就是說 你自己做過什麼事情 其實你自己知道 是不是 你有沒有跟父母去過旅行 你自己知道 所以你帶我不到 然後 你有沒有在大陸 花過黑錢 你自己知道的 那如果你沒有做過的話 你怎麼會把 2億5千萬運 給一個陌生人的戶口 呢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就是 都是說那句 就是 在這個世代 做人 其實是 有時糊塗 但很多時候都需要清醒的 還有你自己的行為 自己最清楚 對自己有信心 不要別人說你 就是 那你就沒有了2億5千萬 那你說 就算現在賺得回 好像凍結了900幾萬 那如果那些錢 還有那些錢 還有那些成億 去了哪裡呢 真的有很多 鄧婆婆慘 真的哪有這麼多錢 給人騙 所以 我就講到這裡 就是為止了 那我下個星期 就跟大家 再講下半部分 因為 因為太多事情想講了 OK 那好了 今晚講到這裡 拜拜 好